大家好 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用火龙果嫁接蟹爪兰的一些技巧 也有不少花油按照视频的方法来嫁接了自己的蟹爪兰 不少花油嫁接成功了 但是当它生长新叶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大家必须要非常注意的 这个细节影响到蟹爪兰后期长新枝 那么蟹爪兰的新枝叶多 后期开花才多 所以说像这种状态的蟹爪兰 大家看到没有 一片叶上来继续长一片的 像这种的话我们必须给它掰下来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让它长更多的侧芽出来 如果说我们不做处理的话 那么它一直是一片叶一片叶的长上来 那么它这个枝条长得非常的长 但是它的分枝少了 后期开花就会变少 所以像这种的话我们必须给它处理掉 这个时候大家不必担心 我们只需要放心大胆去给它掰就得了 我们给它掰掉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给它补足肥 如果肥不足 那么它长出来的新芽肯定是会少的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使用这种素效富而肥 我选用了这个是荷兰进口的 它的肥效比较好 不单弹磷甲严肃丰富 而且其他微量严肃也比较前面 我们一定要薄肥浸湿 大概20天给它使用十几二十粒 撒到这个盆堵的表面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操作能让它长分枝多了 后期自然开花就会越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血爪狼的状态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